你好 老胡有一个收费服务叫咨询 使用咨询的这些同学往往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我们就不谈了 比如说AdSense老是审查不下来 YPP通不过 但其中有一类同学来使用我的咨询服务的是 做我一个频道做了一段时间 没有结果 非常焦躁 或者是刚刚开始觉得很多东西都可能去做 但是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下手 生怕选错一个方向浪费时间 或者讲我这个东西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没有看见结果 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希望老胡能帮他参谋参谋 看一看出出主意 是不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或者是做出一些调整改变以后 再加油努力 好 今天有这么一个同学来做咨询 我们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选择一个方向 或者选择一个项目来做的时候 我怎么样才知道 就是这个项目是值得做的 或者讲这个项目 我在执行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见哪些问题 但是如果我对自己的方向有信心 对达成的将来的一个结果 有信心的话 那这个过程可能就变得稍微能够容易一些 那我们进行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讨论 那今天我就想做这期节目 就这样一个话题 来给大家做一点分享 希望能给大家分享一个 思考这一类问题的框架 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同学来找我的时候 往往都会问一些非常底层的技术问题 这些问题往往的时候不重要的 当一个人的思想的问题解决了以后 这些底层的技术问题 它就迎刃而解 根本就不是问题 所以来看心理医生的时候 他跟你讲 他跟老婆吵架了 昨天晚上他不吸碗 他不吸碗 打得鸡飞狗跳 问题根本就不是 在昨天晚上谁吸碗的问题 所以一定是背后的一些问题 那今天老婆这节目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思考的一个框架或者是逻辑 我们可以把这个原理或者方法 用在你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 也可以小到就是讲 我们就讲做直媒体吧 怎么样的选择一个方向 我能够有坚定的这样一个信念 然后有足够的耐心 然后把它做好做成 好 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 兴趣 那老婆以前的节目多次强调过 直媒体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 让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因为你在这上面不是来教别人什么东西 你不需要一个专家人设 我们讲的记录 不是分享 对吧 学习 边学习边分享 让大家看见你看见的世界 你理解的世界 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讲 你一定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这个教育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你想尝试的东西 所以这个本源上就是这样 兴趣 这个兴趣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原始动力 我们都不喜欢被迫去做事情 上班就有很大的一种因素是 我们被迫几点钟到这个地方 被迫去做这个做那个 所以很多人讨厌上班 我极少看见有人就充满着感激 讲这个老板 这个单位给了我一个养家糊口的机会 他不感激 然后等他失去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在找下一工作非常困难的时候 他才意识到 做有一份工作其实相当不容易 做老板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创业者都早已在心里头原谅了他的前老板 当你自己做老板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做老板 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讲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做油管 当你做自媒体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其实投入的成本或者风险 跟你做一个实体的线下垫 哪怕就是一个小小的摊位 相比之下都要小很多 正因为你有这么多的选择 你可以做这个 你可以做那个 好像很多人就有这个问题 在选择困难症 当你选择越多的时候 你反而不会被选择 当你被命令朝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你就乖乖的朝那个方向走了 人就是这样子 讲究难听话 很多人说我们人就是见骨头 那么你有了兴趣 你才会一直做 一直改进 你想想看 一个真正有兴趣去做的事情 你一定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逐渐的提高你的水平 不是吗 因为这不是被逼的去做的 你在流水上面打螺丝 你可能打一辈子 也可能水平 不会就是上升到另外一个段位 你在工地上搬砖搬一辈子 你可能永远都没有包工头 那样的管理的这种技能 所以你要有兴趣的话 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不断的去改正 改进 这是兴趣带来的东西 所以讲第一点 非常重要 兴趣 第二点 你做的是这件事情 要有一定的困难 或者是挑战 但是这困难和挑战 又不能太大 大到你想想都想退缩 还有一点点 正是这些一点点的这种 过程当中的困难和挑战 然后这些让你产生自信 让你产生你自己很有价值 很厉害这种感觉 对吧 就像你才开始学跳街舞 那个动作其实笨拙得不得了 但是你班上同学 他们不如你 那个女同学给你鼓掌 你觉得好厉害 回家赶紧又练 讲的不是我的故事 我不会跳街舞 跳这个街舞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挑战 有点点困难 然后你达成了 你就产生了 这个新闻剂一样的 你对自己有自尊 有自信 然后愿意多花时间去做 如果一个简单的事情 老是机械的重复重复重复 你没有成就感 你不会有进步 你不会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我前面讲到 这个挑战或者困难 不能太大 如果这个挑战都是要三个月 你咬紧牙齿 才能够看到一个小小的进步的 那很多人就不会去尝试 对吧 那就是每一天这个过程当中 你能看到一点点小进步 可以能受到一点点正向的反馈 或者是鼓励 就特别好 所以有维员的那种方式 一般说不会损害人的这种人格 给你小红花 老是一点都不吝啬 到了后面的环境里头 你就发现奖状 你很优秀都不容易得到奖状 我发现国外的学校里头 他就舍得发奖状 各种各样的项目 这个项目听起来都好厉害 你家小孩怎么这么厉害 因为那个奖项都他发明出来的 你学习不行的 他有别的奖项可以激励你 特别有意思 所以小孩回来以后 各个都觉得都不错的那种感觉 对吧 所以要善于发奖状 要善于发这个小红花 所以我讲一点点这个挑战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断地克服他这种困难 会让你产生强大的这种自信 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任何困难的事情 没有门槛的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表现 你比别人牛叉 对不对 别人做不到 因为别人没去尝试 你因为兴趣所驱使 你去尝试 比别人稍微努力那么一点点 你就比别人厉害的这种感觉 受到正向反馈的这种激励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种挑战 有的时候这个挑战的话 非常有意思 不是讲你做这个事情 一定是你身上的这种 这个表达能力 或者是你的说话 或者什么这种提高 有的时候 这种挑战就是来自于 你想达到一个更好的 一个结果 然后你用了一个新的装备 设备软件工具 当一个新的东西来了 一个新的相机 一个新的手机 一个新的软件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东西 要折腾这些东西 然后用这些工具 能够解决你眼泪 靠你的肉身解决不了的 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过程 又是一个学习 这个学习 我们讲的叫做 学习曲线的learning curve 就是你在往上 去掌握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过程 也是一个很爽的过程 你学会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大量的细节 能让你享受 这种进步的感觉 而不只是在那田径赛上面 跑啊 跑了 能够提高了0.01秒 我一直认为运动员 这种训练 这种进步 太残酷了 又不能吃 又不能喝 然后就提高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第二天再去看 不仅没提高 又退步了 退步了 这个一个礼拜的成绩 太残酷了 所以讲 真正能得奥运冠军的 得那些冠军选手 那些人都是非常厉害 都有过人之处 太厉害了 所以讲 有的单位里头 聘请员工的时候 喜欢聘请退伍军人 因为这些人 不管同意不同意 只要命令一下来 就执行 执行能力很强 不像这个社会人 总觉得老板比他蠢 好多 然后就不执行 那天我看贝索斯 他就讲 我们亚马逊 有一个优良的传统 就是在一个事情 没有决定之前 充分的民主 你什么意见都可以说 没有问题 我反对 我同意 我保留意见 好 但是 这一个负责人团队 一旦决定下来 我们往这边走的人 你那个讲 往这边不行的人 你必须忘记 那些所有的东西 现在我们整个团队 集中经理 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是特别好 不会像女士丹目一样 我保留意见 你们讲往那边走 你看看 我讲了往这边不行 你们不听我的 各种各样的情绪都来了 所以他讲 这是我们亚马逊 成功的因素之一 亚马逊这个公司挺奇怪的 还有好多奇奇怪怪的 其他东西 我们以后再讲 好 这是第二点 就是这个东西 要有点困难性 才能体现出 过程当中 你能够建立你的自信 这是过程 做一个过程主义者 非常重要 第三点 非常重要 这个东西 要赚钱 我讲过 做油管是一个生意 对吧 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生意人 这个频道 就是你的饭店 就是你的公司 就是你的摊位 你既是老板 又是员工 啥意思 你做老板的时候 希望这个员工 日更 每天更三个视频 希望下个月就开通YPP 然后开始赚钱 对吧 你做一个员工 就是这样 我就是他妈的 不愿意上班 我才来做油管 我还要人管吗 很多人创业 就是因为 不愿意被人管 最开始这个出发点 就错了 我看到的 100个做油管的人 其实 90% 这个数据不夸张 90%的人适合 老老实实回去上班 那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当做你自己家的生意的时候 你要有做员工的那种执行力 你要有做老板的那个负责任 这种远眷 确定哪个方向 朝那上面去做 要有成本意识 要有观众意识 要有服务意识 要有这种商业 这样一个意识 我做这个东西 要么赚广告费 要么卖课程 要么卖其他的服务 要赚钱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你想 我做内容 我是佛系做节目 我就想分享 我的人生的智慧和价值 可不可以 理想上是可以 你要看看你的条件 你是不是有饭吃 你是不是有存货 你是不是富二代 如果不是 你有没有一个 就是能接纳你的配偶 你那个老婆能不能宽容你 是不是讲你 每多一个月不赚钱 他就给你白脸 最后恨不得把你一脚踢开 你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能通过这个项目 在一定时间内赚到钱 不见得是大钱 一定是你要给你自己一个理由 讲我做这个事情是正当的 你看已经看见结果了 已经加入YPP了 已经赚了三毛五分钱 将来会越赚越多 所以讲你赚钱这件事情 是在根本上捍卫你的兴趣 我重复一遍 你赚钱这件事情是在根本上面 去捍卫和合理化你的兴趣 你讲我就是这个兴趣 你赚不到钱 你想躺平 你爹你是不是富二代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不要用这样一个借口 来欺骗你自己 这个赚钱 不仅是讲将来的目标能赚钱 十年以后能赚钱 三十年以后赚钱 不是的 你一定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是讲明天 或者不是讲下个月 你一定要在可见的将来 能够赚到一个钱 如果这个赚钱的速度越慢 你就也应该有个B计划 去养住你这个兴趣 如果你只是强调你这个兴趣 你没有一个明确的赚钱的进度和可能性的话 你就不应该顽固的坚持你所谓的兴趣 这是很多人在做油管频道里头出现的问题 尤其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佛系做内容的同学出现的问题 另外一个极端的同学就是 就像苍蝇足臭一样 不管什么东西有流量 就往那边冲 他是完全没有灵魂型的那种同学 那种同学 我就不在这个地方过多的这种多说了 因为做自媒体真正的正道 就是说你跟你的内容 你跟你的这个公司 这是你的项目 这是你的频道 这是你的声音 你跟他一起成长 你是做一个正经的公司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生意 而不是开一个骗人的店 骗了一批再开另外一个店 骗了一批再关这个店 看另外一个店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这种做法 而应该是就是说 在你的兴趣的驱使下 关于兴趣 这个东西就是真的你的兴趣 而不是假的兴趣 不是讲我喜欢做的 其实你只是看起来 觉得你喜欢 你欺骗自己 欺骗别人 兴趣是你真的是你的兴趣 而这个东西在过程当中 又不断的小小的挑战 持续的挑战 永远都有进步的空间 而不是讲一个阶梯 从这个阶梯到这个阶梯 搁得这么远 就像一鲤鱼跳龙门 那么困难的这种挣扎 我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成本太高 投资太大 而且失败率太高 一定要做这些东西 每个台阶 一点点一点点 一点点上去 你不知不觉 就登顶了 这种是个好项目 所以就是经常我讲的 你跟你的这个项目 你跟你的内容 你跟你的生涯 一起成长 就这个意思 所以兴趣 从那边开始 你不断的要矫正 这个真是你的兴趣 第二个 这个东西要挑战 挑战导致你不断这个过程 增加自信 增加能量 然后你感觉良好 在整个这个过程 一直可以炫耀 每一期节目 都是你的广告 都是你炫耀的中心 第三点就是赚钱 就是说一千到一万 你讲你是这个兴趣 你这个如果是你的兴趣 你又花时间去做了 你现在做这个东西 还全是做 你还以这个为借口 不去上班 然后如果是一个正当的兴趣 你又做的挺好 做的时间又挺长 为什么不赚钱 你给我解释 你做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这样 有价值 对别人有所帮助 这世界上是不是 就你一个人 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所以你也得 把你的兴趣 转化成价值 那这个地方 我就多说一句 今天这个咨询的同学 他就是 他的兴趣 看起来是个合理的 非常窄的一个兴趣 没问题 我以前讲过 就是任何一个兴趣 这个世界上 都有人跟你 有相同的爱好 那么也就是说八十亿人 你不是世界上 只有八个人 喜欢这个东西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没有所谓的赛道 选赛道这样一个问题 只要你兴趣 只要你不是怪的不得了的 怪人 流落在地球上面的外星人 一样的那样奇怪 那你做的东西 大凡都没有问题 所以你就要解 如果你缺人 那是你的兴趣 那你就要讲 不断的通过挑战 能够进步 而不是像一个流水界上面 天天闭着眼睛 简单重复 所以你就要弄清楚 你的挑战 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挑战 就是意味着 你不断的成长 变形 然后上升 然后获得新的能力 然后用新的方法 把你的节目展现到 同一个内容 讲得更好 我最开始讲故事的时候 我盯着提示器 没有任何表情 不敢动 然后后面讲了三年以后 我简直就是 枪如灰飞烟灭的那种感觉 身材飞扬 这是进步 将来你掌握了这个技能以后 你可以讲别的任何东西 最开始就是全是讲什么 前家被灭门之类的 这个惊悚故事 到最后你可以讲任何的故事 因为讲故事背后的逻辑 是一样的 对吧 最后你就发现 你原来最开始讲凶杀案 只是你切入了一个口 最后发现我并没有那么黑暗 其实我不是老想去讲那些凶杀的 这些东西 当你通过凶杀的这些系列案件 讲完了以后 你获得了讲故事的能力的时候 你可以讲更多的 好玩的 有趣的 热点的 政治的 经济的 军事的 小孩的 你家小娃娃出生了 你开始跟他讲枕边故事 床头故事 好多好多你都可以讲了 对不对 所以 你最开始选择进切入的东西 有一个你原始的 模模糊糊的 你认为是当前现在的兴趣的东西 然后你进去 然后从那地方 你要不断的在过程当中迎接挑战 增长自己的核心的能力 将来你这个能力把你带到哪一个内容和何种表达的方式 或者是哪一个平台 那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 而很多同学就老喜欢在这个技术层面 具体的 哎呀 TikTok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前途啊 那个 这个Instagram又怎么样啊 这个你都想多了 你的内容都不行的时候 你还老想到是 我把这个店开到欧洲去 还是开到撒哈拉沙漠上面去 你先把东西做好 大哥 好 那赚钱这件事情 我刚才讲的 再强调 它必须是所有的东西 要有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那么现实 才赚钱 等你赚到钱 你老婆挺高兴的 他会鼓励你 你要买什么设备 你去买了 你想买个好项具 买吧 需要嘛 对不对 生产资料嘛 对吧 如果你没有的时候就想 你怎么又买相机了 家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是这种情况 所以最后 你即便是你的兴趣 你背后所有的 这负面的东西 限制啊 唠唠叨叨啊 你不仅 你的生活了无兴趣 而且你人生都都黯淡无光 到最后 你就活活 本来是追求自己的兴趣 最后把自己走到 一个决定 决境里头去了 把自己的路走死了 所以你看看 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都是 像一个 那个拼图里头的一块一块一样 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当你少一块 它都不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拼图 都不是圆满的 好 最后总结一下 这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框架 那么你必须这三条腿啊 都要平衡 都要是相互独立 就像一个凳子一样 三条腿 它是最老酷的 能够支撑 兴趣是你的出发点 赚钱是你终极的KPI和结果 挑战是慢慢长夜陪伴你度过的 这样一个过程 当你把这三个东西都弄清楚了 的时候 用这样一个思维的框架 来看来你的人生工作学习 和小到做 该不该做这个街头访问 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 你就会有更加确定性的 一些思考和做决定的方法 好 这就是老胡今天给你的分享 希望对你所帮助 或者是启发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 了解 ита 谢谢大家